眼前这片如水年花盛开的小区是江苏省新农村的代表作 始建于2006年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 现在全镇居民都住上了人均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的小洋楼 并且年年享受着村里的土地分红 城镇化率更是达到了90%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截至2021年 北京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到25平方米 城镇化率也只有88% 这里作为江苏的一个小城镇 发展水平已经可以和国内 甚至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比肩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号称江苏镇江的首富镇 戒牌镇 是怎样通过拆迁致富的 戒牌镇的地址位于江苏省 丹阳市的东北角 全域的面积仅为23.63平方公里 地方并不大 当时却拥有200多个自然村 3942户农户家庭 14000多人 在没有修建新农村以前 镇内基本都是两层楼高的居民房 耕作用的土地也都是零星的散落在村民的手里 无法大规模开展种植 收成也不好 所以有很多田地都荒废了 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 2006年 戒牌镇大到阔府的开始搞全镇拆迁工程 将原本零散的土地进行资源整合 并采用机械化种植 盈利在分红的方法来经营 当时这样的模式在江苏正江市内还是首家 所以面对着很多村民不理解 拆迁难度大的问题 其实这种办法 早在19世纪初的发达国家 就已经非常流行了 比如19世纪的日本就是学习了美国 还有英国做新城市运动 就是把原来分散的人口集中在一起 并提供完善的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 结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戒牌镇模式就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孕育而生 当时的口号是要打造华东地区最好 领先别人20年 甚至是50年不落后的新农村 项目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1500亩 相当于2.2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 其中五层楼的居民楼有100栋 15层的小高层有50栋 还有湖中心的300多栋造型各异的别墅 总共可以容纳5万人居住 投资达到了20亿元 通过这样的资源从整 一共给戒牌镇整理出了5.3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年戒牌镇的拆迁条件也非常吸引人 拆一套房子最少可以拿到两套以上的房屋 外加10万元左右的现金补偿 如果说镇上的居民家庭 人均住房面积低于40平方米的 还可以以每平方米588元的价格享受福利房的待遇 当时的戒牌新村正常售价是2750元 这样看来简直就是稳正不赔的买卖 最开始的戒牌新村 其实是承包给开发商去做的 当时开工了一年多 开发商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工地停工的情况 纯正居民的安置房就差点变成了烂尾楼 后来的镇政府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展 迅速组织了董事会 从银行里带到了3亿资金 才度过了那次危机 后来才陆续迎来了交房 而被增走的土地 由介牌镇于2009年6月18日 成立的风域现代农业公司统一管理 公司所产生的所有利润归于村民所有 分配方法 是按照当时被增搜走的土地面积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镇上居民人人都是股东 享受所有发展带来的红利 只要是镇上的企业盈利 每年都可以拿到分红 除此之外 介牌村的居民只要一出生 就可以领到每年1500元左右的补贴 从出生到退休都可以享受 老了以后还有养老补贴 运用这种模式 介牌镇腾出来的土地取得了更好的收益 工厂不断地扩大 外来人口也越来越多 现在的介牌镇总人口达到了5万人 而这里的二手房价格 也涨到了每平方米1万元 光是依靠房地产 就让村民们人人成为了百万富闻 镇上的居民也都泥土重商 全民的创业率达到了77% 几乎是家家出门有汽车 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工作 现在的介牌镇 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登具制造厂商 在中国的马路上有70%的路灯都来自这里 它还是华东一带最重要的汽车配件加工基地 全镇的企业达到了3900家 真正地实现了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以上就是江苏丹阳 介牌新村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